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的店我還沒實際走進去 但是我有看到圖片上 整個都是玻璃的 很像是冬季花園的感覺 我滿期待的 因為其實在KUSHI在設計裡的元素裡面 有非常多大自然的段落 老虎啊 美鳳啊 我相信這個店應該會充滿很多不同的裝置藝術 我還沒有機會 但是一直聽說這個火鍋是必吃的 我一定會點的是肉 紅糖腐竹 沒有 就是去臭死別人 因為就是回家洗澡 沒有其他方法 今天這個就是 比較狂野加一點點貴氣的混搭 因為KUSHI其實有很多 很可以玩的方式這樣 然後今天這個也是泳裝系列的東西 我很喜歡穿連身的衣服 因為一來是它可以 衣服不會亂跑 然後它可以有很多不一樣的支撐的人 比如說你可能後面少了一塊 但它可以支撐這樣 然後自己脫下來也覺得可以看到整個全身的曲線 我覺得 可以 很像是一個性感的內衣 對 我自己的風格是很喜歡牛仔系列的東西 牛仔褲裙啊 短的 然後外套 我有非常多這種剪裁類型的東西 然後 我也很喜歡 搜集一些短的外套 就是比較短版的外套 因為我比較小 所以我覺得短版外套 除了可以飽滿之外 也可以有一些造型上面的 拉長比例的效果 我覺得只要是好玩的 我就會想要去接觸它 然後 有一些自己根本 完全無法駕馭的衣服 我就不會選擇它 所以在工作場或私底下 我就會 嘗試著 試試看 如果真的不行 我就會放棄這樣 所以我不會 特別 為了 大家都流行同一個款式 然後自己去穿 因為 主要是要讓自己穿起來 不會覺得 有點像小丑一樣 就看起來怪怪的這樣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 蠻注重比例的 雖然腿長 不是那一種 三七零利的女生 的話 我覺得高腰 或是短的 上衣的風格 會比較適合我們 然後 你也不用每一次都穿 這麼高的高的鞋 其實如果 複型跟上衣選不對的話 其實也可以 平平穿穿起來 也會比你買很多 這個秋冬我最想買的單品 你應該還是羽絨外套 但是可能 比較 就是太 太到膝蓋的 就是短板的吧 我其實是每一天都蠻注重的 不會特別因為 什麼樣子的原因 那我會尊重我的身體 如果今天我操累她的時候 我就會多喝水 讓她代謝一下 然後我盡量會讓自己早睡 我大概十點半 就要開始準備要睡覺了 那如果今天工作 比較晚一點的話 希望可以再十二點錢這樣 我不會每一天都做 但是我一定會做就是拉筋 然後伸展 因為有時候工作一緊張 壓力很大的時候 就會很容易緊繃 所以我一定會做一些伸展 運動這樣子 沒有做過的 挑戰嗎 其實我覺得新專輯 有蠻多新的東西可以玩的 所以在新專輯當中 應該會有很多有趣的東西 然後 然後 挑戰應該就是 每天都要八十七開始 這個是 因為之前都是在 屬於 才藝上面的 充值 我現在有一點想要 讓自己的 訓練一下自己的腦內心